国立政治大学北美校友联合会 北美校友基金会成立大会庆祝晚宴 于2023年4月9日晚上 在政大杰出校友李卫华朱晴庆的豪宅 休斯顿白宫隆重举行 请看美南新闻全身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Algreen 前哈里斯县郡长 罗伯特 德州参议员 约翰 拉马尔大学校长 杰米泰勒博士 拉马尔大学学术事务副校长兼教务长 丹恩布朗 拉马尔大学基金会总裁兼副校长胡安萨巴拉 以及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李蔡燕 政治大学北美校友和大休斯顿地区 各界知名人士共100余人出席 国会议员Algreen 在休斯顿国际区区长 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 国际贸易中心主席 环球第一银行创始人 政治大学北美校友联合会首任理事长李卫华先生 对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社区 对新闻媒体 对国际贸易 对金融界 对校友会等做出的突出的贡献 称他为国际区之父 感谢他们夫妇举行这次北美校友联合会的庆典活动 他把杰出校长包奖状颁发给了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李蔡燕和拉曼尔大学校长吉米泰勒 感谢他们在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学术交流 对外联络等方面的杰出贡献 他同时把突出贡献的校友奖颁发给了政治大学北美校友 德克萨斯州州参议员约翰为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李蔡燕颁发了了抢棋 颁发了棋盒奖状之后 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李蔡燕说 国立政治大学在北美的校友各个都是好样的 杰出的 尤其是李卫华学长 在美南新闻集团成立43年以来 旗下既有新闻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 又有最近建成的环球第一银行 这是我们母校的骄傲 也是华裔的骄傲 希望李学长在未来的北美校友联合会成长壮大中 在北美校友基金会的资金募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我们母校增光天才